大家好,我是莉娅,学院的莉娅老师 一位灵魂首艺人,如何成为一位文秀大师 一,看起来像大师 二,听起来上去像大师 三,做出来的作品,他就是个大师 第一个,看上去像大师就要在形象上下功夫 建议大家可以换一些适合自己的单品 比如说中国类或者是时尚类的西服 你看这样子的形象高级而且有文化底蕴 二,听起来上去像个大师 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讲话的表达语术的方面 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词 大一就是说水越深水流的速度反而越平静 水平有涵养的人 他说话一般语速的缓慢,不急不躁 其次呢,就是一定讲特别专业的知识 让客户对你有一个很强的信赖感 一定要实时精进自己的技术 专业的知识 第三,做出来的作品就是个大师 一定要有降人的精神 对技术的精益求精 做到极致,一定要遵循一万小时的精力 专注专心在这个行业 坚持五年以上,你就是一位大师 还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成长的计划 分别从短期、中期、长期去进行达成 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分享、保存、收藏 让我们一起学习成长与精进哦